选举要到了 今年会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 跟我一样住在蓝色的州的各位 每次选举都会问一个充满疑问的问题 就是你身边这些投给民主党这些人 真的有看过跟想过民主党的政治人物 推出来这些政策吗 他们是真的认同他们的想法吗 还是对他们来说只是因为我是民主党党员 所以说我一定要投票给民主党 这是我日行一善 每两年一次的社会贡献 是不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个就代表行善 对于很多自称这个基督徒的左派来说 这就是在帮助需要的人 自己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投票给一个人说 要打击有钱人 提高有钱人的税收 有更多的社会福利的左派骗子 就是在做好事了 可以拍拍自己的肩膀告诉自己说 我行使了我的公民权 我拯救了世界 帮助了更多的穷人 Oh yeah 我好棒 我好善良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跟我一样的话 那就会世界和平啦 因为过了这么多年 难道你没有发现 所有的问题都变得越来越糟糕吗 社会变得越来越烂 经济变得越来越差 这些政治人物完全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吗 政府的运作模式是跟私人企业完全不同的 私人企业如果做了很愚蠢 赔钱的决定就会倒闭 如果他们做出来的产品不被市场接受 是会把资本赔光的 但是政府不一样 他们做出来的产品跟决定是可以逼着人民买单的 逼着人民接受的 一切都用民主 民意来压迫人 民主党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当你的CEO挥洒着你的钱 用着你的民意来贷款 简单说就是 花着不是你的钱 你也没有这些钱 但是你必须要为这些 他们花出去的钱来赔款 目的是要来去做他们 幻想出来的这些善事 今天这个新闻发生在纽约州 纽约州的州长Cathy Hockel 决定要跟寻加州的脚步 我们都知道纽约跟加州现在的情况 基本上跟疫情的时候是差不多的 很多人选择离开这两个州 有钱人 能跑的人基本上全部都跑光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片段 我们说新闻市场比较多争 我们已经中间称一部分 我说把新闻市场取像 新闻市场出现了 新闻市场上的落 minus 新闻市场上十多数十 식으로 新闻市场的第一个人 市场上是那么多的 市场上市场上的 尤其是新闻市场上 成新闻市场上市场上的 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 越养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 下百数十段突破 新闻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 北京都市场上市场上市场上市场 野生亚事典多好多 染疫情 所以纽约州现在面临着几个危机 首先就是物价太高了 还有税收太重了 很多有钱人大型的企业都离开了这些地方 导致政府可以收的税大幅的降低 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还面临着拜登联邦政府 创造出来这些非法移民的危机 我真的觉得应该要改一下这个词 都已经叫做非法了 为什么还要叫做移民呢 这些民主党掌控的州 州政府说自己的州是庇护州 Sanctuary State 导致我们的州政府每天 Everyday都要花好几百万来去额外的开支 来去养这些非法入境的人 那我们的州政府的策略是什么呢 政客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纽约州 纽约州的民主党的州长成立了 黑奴赔偿委员会 里面包含了43亿的财政缺口 这个非常酷 我们加州已经做给他们看了 而且已经失败了政策 纽约还要再错一次 我们来看一下报道内容 来自华尔街日报 这个月月初 旧金山政府才刚废除了当地的 非裔美国人赔偿 顾问委员会的开支 该委员会建议要赔偿当地的 所有黑人居民500万美元的赔偿案 这个方案会造成旧金山政府 必须要支出1750亿的开支 是旧金山政府每年预算的10倍以上 但是赔偿委员会 就是跟市政府要求的200万 来承担营运的费用都做不到 当你认为纽约应该可以从这个荒谬的政策 学习到错误的时候 州长Cathy Hockel在星期二就签署了 创造了一个纽约版的赔偿委员会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纽约的居民看到这段历史的一刻 有多么的开心 纽约的居民们 你们现在没有资格嘲笑我们加州了 因为事实证明 你们选出来的人 跟我们选出来的人一样蠢 你看背后那个Al Sharpton 在那个地方 不知道在高兴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 为这么愚蠢的事情 愚蠢的政策鼓掌 我们应该感到非常的蒙羞羞耻才对 怎么会有人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 在没有钱的情况下 硬要去搞一个 创造出更多受害者心态 而且当城市的开支 已经因为联邦的边境管理失败的情况下 并做出一个不存在 没有意义的赔偿 我们来看一下 拜登政府导致这些 非法移民闯入美国人的这个情况 跟市政策挡 oike产卖自民族 这种目的是 让市政策屋 市场在市场上 现在收到市场 区域 该市场的增长 货运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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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民国人 Gilliard消息 他东西市索网上 任何委ね 的发展 稳定在市里的地方 以上是目前 已经因为联邦政府的边境管理政策 导致这些没有必要的财政危机了 那问题就是 如果纽约真的是很有钱 每个人家财万贯 钱不知道怎么花 纽约的大街跟绿野仙中一样 把黄金铺在地板上 世界奇观 巴比伦空中花园 那我们或许还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纽约的财政状况 纽约市已经是一个 在挣扎当中的城市的州 加州也是 加州的州政府 每几年就威胁 如果政府再没有联邦拨款的话 纾困的话 那就要倒闭了 加州政府就要关门了 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纽约州的州长 Cathy Hockel认为说 现在就是一个完美的时机 来推出一个 黑奴赔偿委员会 而且已经是在 旧金山已经给出了前车之件 注定失败的案例的前面 来去探讨 发现各式各样不同的想法 来促进对于所有黑人居民的赔偿 例如这个法案 每个城市 每个黑人的居民 都有五百万的赔偿金 如果没有 三百万也可以 如果不行的话 两百万我们也可以接受 唯一没有讨论到的就是 这些钱要从哪里来 但是这都是我们太务实了 我们太没有信心了 民主党是我们的神 我们旧金山 纽约只要有信心就好了 所以说你应当先求 民主党的国 民主党的义 OK 这五百万都将加给黑人了 国派从来就没有探讨过这些东西 跟每次共产党的革命一样 OK 破四旧 立四星 四星是什么 还不知道 四星的经费要从哪里来 先不要讲 OK 不重要 先把四旧破了之后再说 这个就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问题 这些人真的有在注意自己投票给谁吗 这些人的脑子真的有在动吗 通常绝大多数是好的 政府存在的目的 在某层面上就是要来帮助 照顾那些比较不幸的人 独居老人 孤儿 残疾人士 但是现在所有这些社会福利的政策 已经不是在帮助那些人了 而是在创造那些人 创造受害者 创造更多的独居老人 创造更多的孤儿 残疾人士 原本社工的意义 是要来帮助到更多的人的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很健康的话 那这些政府的机关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里面这些政府的人 还是要有工作 还是要养家活口 那怎么办 答案就是 创造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只要他们能发现 越来越多的受害者 他们就可以申请更多的资源 就越多 你认为你没有病 其实你只是不知道 你没有病而已 你认为你没有被歧视 其实只是你没有被 没有感觉到你被歧视而已 你觉得你是个正常人 男人或者是女人 其实不是 OK 你的你是灵魂跟身体 错乱了 我 政府 社工 Cathie Hochul Gavin Newsom 可以帮助你 我有权利偷别人的钱 然后把它发给你 你只要让我继续掌权 假装你是个神经病 变性人 不男不女的黑人就好 这个就是所有政府 用社会福利来夺取民间的财富的方式 而且这个是个无底洞 只要我们创造了一个政府部门 只要我们创造一个政府机构 所有的财务 开支 就全部都不重要了 每个机构都在想要怎么扩大 每个机构都在想要 怎么样独吞更多美国人的税收 每个官员都在想要 有更多的权利 每个部门都不会在乎到 合法性 使用性 跟可行性 每一个都在想说 我要怎么创造更多的受害者 表示我的部门很必要 政府必须要拨款给我 纳税人必须要给我钱才可以 几百亿的开支 几兆的开支 全部都写上去 但是问题是 这些钱要从哪里来 刚我什么事啊 先用社会安全 公共建设 社会福利的方式 用人民的名义来花钱就好 烂摊子 推给我之后的州长就好了 对不对 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花一堆钱 不存在的钱 把自己的名字 写在未来的教科书上 说我是多做 做了多少善事 花了这么多钱 帮助到了多少需要帮助的人 这一切只是在选举前 欺骗选民的选票的政策而已 目前 Cathy Hocco刚签下来的政策 会跟旧金山的部门一样 过不久就会 没有人付钱 所以被撤资了 黑奴赔偿法案 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 而且没有必要的赔偿 现在的黑人在美国并没有被歧视 而且现在的美国的城市 也没有钱 去做这些事情 到处去撒钱 不会解决任何的问题 这类的政策到处都是 例如像说UBI OK 无条件基本收入 还有各式各样的政府 给出来的福利 永远都不可能达到 这些社会主义的政治人物 所承诺出来的生活 钱不是万能的 钱不能解决任何东西 特别是在一个道德沦丧的 受害者心态的时态当中 政治人物永远都会开一堆 空头支票来骗取选票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能解决的方式 其实就是停止想要吃白吃的午餐 停止想要占便宜 停止想要赚快钱 停止当一个受害者 创世纪三章十七节上面说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 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长出荆棘和藤棘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酥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 很多人说 这是一个对男人的咒诅 但是各位如果看仔细一点 你会看到的是 被咒诅的是 地 必为我们的缘故受咒诅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东西是免费的 所有东西都有价值 我们必须要脱离奴役 我们要脱离奴役 就是要亲自的 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政府所说的福利 只是从你的口袋里拿出来一堆钱 在用社会福利的方式分给你一点点而已 所有这些政府的开支 还有政策 全部都只是用来欺骗你的选票而已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花任何一点劳力 就从大家的身上拔了一堆毛 所以不要觉得 人生的目的就是要退休 人生的快乐就是免费的东西 而是在自己的生活跟工作当中得到满足 这个样子 才可以走在神给的命定当中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伊藤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大家